面对疫情,当同业都受到了冲击 有一家企业,今年前五个月的营收相较去年同期逆势成长了6% 它是成立31年的横虫企业 旗下金丝侯水性的防水材质是国内市占第一的品牌 2015年,横虫的创办人林建宏第一次旅游中腹痛难耐 在检查之后发现是胆管癌的末期 从发现到去世仅短短的半年 其后是由长居幕后担任副手的太太 现任的董事长张继华接棒 而且一手撑起了公司的营运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达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跟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连结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6月17号 由林乔惠所撰写 并刊登在商业周刊官网的文章 初期甚至有市场耳语 金丝侯要卖了 不只是病情来得太突然 更是因为台湾工程界 女老板是屈指可数 至今仍有许多工程 要男性出马才叫得懂 外界认为 懂娘柔弱一定什么都不懂 接棒后 企业一定撑不久 但是从先生生病到丧礼结束 他甚至只有看目的的那天早晨请假 其他时间 原先就主管财务与行政的他 每天都准时上班 不让员工觉得有任何的异常 更没有在外人面前掉过任何一滴眼泪 当业务客户纷纷稍回出售传言的时候 他对内外坚决回应 绝对不可能 让他坚持下去的 除了与先生的感情 还有对员工的责任 我们人员半数以上都待了十年 最美好的岁月都贡献给了公司 去别的公司根本不是他们的价值 我实在舍不得 舞者出身的他决定不却场 该上台就上台 自小习武 独华钢艺校 保送文化大学舞蹈系 毕业后担任蓝阳舞蹈团老师 跳舞编舞经验都很丰富 无论哪一场表演 舞者上台都必须要临危不乱 你表演耍枪 甩着掉到地上了 你不可能伸着舌头 说没有这回事 你还是要很优雅 临危不乱 遇到事情就跨过 不可能说对不起 可不可以重跳一次 没有这回事 观众没有让你再来一次 你就是绝对不放弃往前就对了 他是这样描述的 好的舞者的特质 第一关是你够不够的上台 既然上台了 就要有决心把舞跳好 正式表演时 观众坐在舞台下 没有跳错重新再来一次这件事情 在台上是不能够失败的 再者舞者角色必须要快速切换 演什么就要像什么 同场表演从武功 现代跳到芭蕾 舞者从法型到心情都要快速的切换 武功是这个手 下一场跳芭蕾可不是 羊草表演可能只相差了10秒 所以你要马上去调试 快速的切换 讲起这段经历 他仿佛重回了舞者 先比武打出招式 再转到柔美的芭蕾舞姿 除了舞技基本功 舞者更得兼顾每一个细节 精准到位 从抓准音乐节拍到配合灯光走位 就连喷干冰的时间 微笑嘴角的弧度都得要分秒不差 而舞团编舞更是从舞者的安排 舞步 走位 灯光 音乐 场地 服装及道具 每一个环节都得要顶紧 创作要大胆 执行要细腻 顾好全局 服装不够理想 就必须要动手自己做 动员一切可能 安排所有的元素 最重要就是铺陈画面感 他是这样说到 尽管舞蹈生涯的目前幕后 都训练他临危不乱 但刚开始接棒的时候 确实有过自我怀疑 以前万事都有老公顶着 现在变成了主事者 就得对成败完全的负起责任 为了增加自信心 他接班半年后 考上了中山成大EMBA的班 不过接班后的挑战 从未停止过 先生去世没多久后 他就遇到第一个难关 热卖商品因进口运送过程中 温度过高 导致防腐效能失效 当时市场仍有 恒虫将出售的耳语 他非常担心 怕留下话柄再让人说嘴 但临危不乱 顾全大局的特质 让他很快地冷静下来 请员工回溯条码 统计同批出货的共有一千多桶 不管客人是否主动反应 都全速的召回 曾有声音主张 等客户有反应再退货 但他不同意 坚持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彻底解决 他认为如果抱侥幸的心态 万一过了三个月 半年之后 客人发现才回头过来反应 就变成了金丝猴产品有问题的声音 此起彼落 反而让市场产生了 恒虫一直出状况的负面印象 你跟林太太说不用补我们的 也有客户这样子的向业务来转达 张继华还是一口回绝 宁可一次停损 尽管损失不少 但过程中 他看到员工们全员出动 对批号调度货运 一间间客户拜访回收产品 让他非常的感动 决定将业绩照算给业务 事后他将该批商品送进实验室里检测 发现只要高温超过50度之后 防腐效能就会递减 跟原料商要求往后得用更耐高温的防腐剂 我们做什么事就要精准找出问题 不可以发生同样的状况 我是学艺术的 比较愿意破框 愿意破坏创新 他认为品牌就像是产品的舞台 就像表演不只要跳得好 更要有灵魂 过去横从业务遇到问题 多是打电话询问先生林建宏 我让员工要写有温度的报告 张继华是这样说 让业务对外独当一面 他将竞品送到实验室 从接着性耐水性等项目一一的比对 再将实验结果制成销售的讲义 一来让业务不再试试问老板 二来提升品牌的专业度 用数字说服客户 这么做的结果是 近年有一位业务陪工程客户到建设公司简报后 竟让建商此后多数的工程都采用金丝猴的产品 而这家建商推案量在全台排名前十大 接着他将产品的传统包装调换 花一年的时间重新设计官网 甚至拍影片介绍之家品牌 在南部起家还跑到台大旁边架设广告看板 这些都是过去没有做过的 目的是让工程业界以外的普罗大众 也认识金丝猴养出新的客户 最具挑战的则是将工程 通入两种客户的产品重新定位 金丝猴进入市场找 早期客户大多是工程公司 后来为了分散风险 将货铺到游戏行 无金行等行销商 卖给了两种客户的产品编号 包装以及售价都一样 时间一久了 瓶颈就渐渐的浮现 原来金丝猴资讯太透明 反让工程客户被建设公司等业主挑剔 禁用台湾平民的品牌 业主及消费者多还是有着 国外月亮比较远的心态 就算是不知道的名品牌 只要是进口的 也认为是比台湾的品牌还要好 因此他花4个月请业务调查客户意见后 决定通入客户继续销售原包装的产品 工程客户为调整配方 包装改成更具专业性的产品 再撑一到两年没有问题 但现在不改 以后就会更后悔 他知道转型势必有阵痛期 更重要的关键是 横从下一步要进军海外精品市场 不能再被认为是平民的品牌 届时产品定位及售价都必须要调整 区隔定位势在必行 先生离世这五年 房地产由盛转衰 但是公司在他一连串的改造之后 重整品牌形象 营收提高了两成 并跨出海外市场做准备 当初董娘撑不住 公司会卖掉等等的传言 早就已经烟消云散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这是他对舞者的诠释 业界从原本不看好 到惊讶他能够插亮金丝侯这块招牌 背后有他从舞蹈到企业的经营 用了四十年锻炼的上台基本功 跨界 竟也用得淋漓尽致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 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